主料,红薯粉丝200克,杏鲍菇150克,辅量,油,盐,五花肉100克,生姜2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粉丝用温水泡开,杏鲍菇洗净切片,五花肉洗净切丁,生姜洗净切片,起油锅,将生姜和肉丁炒香,往锅中加入适量精水,水开后, 下入泡好的粉丝,中火煮三分钟,粉丝快熟的时候,下入信报说,大火煮开,中火煮三分钟左右,加入适量食盐,拌匀,即可出锅,烹饪技巧,是,不要煮太干,否则容易粘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